看破缘起,才知法界无名 接下来给大家讲 一切的缘起原来是空的 你今天感觉到这个缘分来了 实际上,它是空的 很多人问师父 台长,我什么时候有缘分呢? 我说,八月份会有一个缘分 结果在八月份,真的有一个缘分 他去和人家谈恋爱 谈了三个月,和人家吹了 这个缘就没了 所以任何的缘,它都是空的东西 比如你的眼睛,看到一个泡沫 明明是看见的,怎么一会儿没了 就像肥皂一样,天天洗洗洗 最后洗完了,就没了 你看到五颜六色的气泡泡 在阳光下,多么的美丽呀 砰,砰,砰 一会儿全没了 你今天的感情好 你能保证它不破吗? 破了,不就是空掉了? 你们穿的衣服很漂亮 整天不肯脱,时间长了,就会坏了 然后就扔了 这不就是看破,放下了吗? 缘分都是空的 师父从来不去想,人家对我会怎么样 我十几年的耕耘,现在得到收获了 你们看到,香港法会这么多的人 我根本不认识他们 他们个个都说 卢台长你救了我们一家 为什么说是台长救了他们? 是因为师父所传授的这个法门 而且,我根本就是靠广锅红法 大家才得到这个法 治好了一家又一家 所以众佛友,有感恩心啊 你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你就一定能得到收获 如果你一边在耕耘的时候 一边在想自己的收获 那你就得不到丰满的收获 这都是佛言佛语,是精髓 师父现在是把佛法的精髓都传给了你们 要记住,求解脱可以成佛 人要懂得求解脱才可以成佛 要看破缘起的性空 如果你看不破一个缘分来了 它是空的 它的本性是空的 那你就麻烦了 比如一个很贫穷的人 在马路上捡到了一个皮夹子 里面有一万块钱 你要看到这件事的本质 丢掉这个一万块钱的人 他一定是要报警的 警察一定会查吧 这接下来你就麻烦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看到他的性空 所有的缘分 今天你看到这个皮夹子里的一万块钱 哎呀,缘分来了 哎呀,发财了 你没有看到它的本质 本质就是最后警察找到你这里来 钱拿回去 说不定 还会给你定一个什么什么不好的罪名 要懂得看到底 你们看问题就是太片面 看不到底 所以要记住 看不出缘起的性空 就会落入执着的陷阱 因为你看不到底 你就会非常的执着 师父把刚才的例子 继续给你们举下去 刚才捡到一万块钱了 他就执着了 因为他没有看到 警察会找到他 没有看到人家多么着急 他脑子里就想了 这个又不是我偷来的 也不是我抢来的 当然是我的了 他执着了吧 等警察找到他的时候 还理直气壮地说 怎么我不能拿 是我捡到的 怎么不可以拿吗 和警察狡辩 最后被关进去了 这个就是执着了 死认为这个钱 是我应该拿的 因为没有看到 他本质的东西 明白了吗 师父给大家讲 一个人太执着 永远不能出离他的业障 如果一个人 什么事情都想不开的话 这个人的业障 就是很深的 什么叫执着 就是不停地认为 这个事情自己是对的 不停地认为 这个事情 自己做的是对的 自己说的是对的 自己想的也是对的 实际上 明明就是自己不对 自己还是认为 自己是对的 这是执着 那么在不知道 对不对的时候 你也不能去执着 如果自己 不能判断自己的事情 能否做的时候 你就不能去做 不认为自己是对的 也叫执着 误认为自己永远是错的 也叫执着 坏就坏在 前面讲了一个字 叫误认为 有这个误字 就叫你执着 你看问题不清楚 思维不清楚 行为不清楚 你这三不清楚 就叫执着 所以就陷入在执着里面 就是出不来 就像很多人 你给他讲 你不要这样了 我就这样 你不要这样了 大家对你不是这个意思 都是为你好呀 我不行 他们就是这样害我的 这就叫 陷入到执着里面了 出不来了 想不通 执着了 因为你陷入到了 执着里面 你就无法逃脱人的命运 实际上 人的命运 就是太硬了 执着呀 比如 过去有多少人 被人陷害时 过于执着 我就这样了 好了 被打死了 对不对 人不能执着 必须要认 很多事情 就得认 比如 老板讲我不对 我就认 有什么道理可以讲的 法界无明 等于没有止尽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当中 因为这个世界是空的 因为大家都不明白 因为这个世界 人人都在追求欲望 人人都在执着 人人都在稀里糊涂的过日子 人人都在喂钱 什么都可以不要 脸都可以不要了 所以大家都在这么做 所有的无明 充实着这个法界 所有的人 都是稀里糊涂的 听得懂吗 就像有些 喜欢战争的国家一样 人人都喜欢打仗 为什么 因为他们人人都恨 人人都是无明 不明白啊 什么都不明白 如果他们明理 什么都想明白了 他们会打仗吗 他们明白打仗打到最后 会遗害他们的后代吗 如果他们都为自己的后代 想一想 打仗打的 连学校也没有 孩子书也没有读 什么好的教育都没有接受 如果父母被打死了 孩子就没有父母了 如果孩子被打死了 对得起孩子吗 如果能这样想 他们还会再打仗吗 因为他们没有这么想 这就叫无明 那你说 一个人无明 两个人无明也就算了 那么一个国家里都是无明 这就是无明国了 所以要看破 要放下 因为无明是没有止尽的 如果一个事情 没有止尽的话 那就不要再去做了 明白了吗 有止尽的事情 那就是超脱六道轮回 而无止尽的东西 就是永远没有结束的 那你去追求它有什么用呢 今天你好像结束了 明天你又没有结束 后天好像没有结束 大后天好像又结束了 就像很多夫妻吵架一样 一会儿好得不得了 过一会儿又吵架了 恶元是要看你的频率的 对不对 如果你有灵性 吵吵就算了 如果真的两个人的性格 脾气不好 那就是天天吵架 吵到后来就无无明尽了 没有结束了 吵到老死了 无老死尽了 下辈子再做夫妻再吵 吵完之后 下辈子再做夫妻再吵 有尽头吗 是没有尽头的 你们听得懂吗 我们的讲课也是无无明尽的 因为我们也是每星期三来 这个星期三不来 下个星期三再来 对不对呀 讲给你们听 就是这个道理 大家一定要懂 要好好学佛学法 师父给大家讲 要红法 要立生 不容养 人家给你耳朵里讲什么 你要坚持理念 不管讲什么 听过就算了 人家给你讲什么 你听了 你的烦恼就出来了 实际上 你就是受到了人家的恶气 如果你的老公在家里跟你搞事情 你被他搞得稀里糊涂 烦恼顿生 实际上 你就是没有定力 如果你的老婆天天在家里跟你搞事情 搞到后来 你稀里糊涂 脑子不好 实际上 你也叫没有智慧 对不对 你们说 师父会被谁搞得稀里糊涂吗 我会听谁的 我听菩萨的 我听观世音菩萨的 如果你想做一件什么事情 如果师父不接受的话 你们可以求观世音菩萨 让观世音菩萨来改变我的观点 那你就成功了 有智者 事竟成 明白了法界无明 等于明白了一个真理 在法界 用人的思维 很难改变现实 通俗地讲 就是在什么层次 做什么事情 脱离了人道的烦恼 就是层次和境界的提升 只有上升 站得高 才能看得远 用高层次的境界 才能脱离低层次的杂念和烦恼 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